微理彩連槓27期 投獎力拼10億元 店員忙著賣彩券 過年期間更是超級忙 7 8位 10位左右 今天6個小時換1位 是不是這樣就不用 有什麼加班費的困難 對啊 就不用 就算過年期間 彩券行 賣彩券 呱呱樂 超級忙碌 但同樣不用加班 改彩3到4班制 算一算 過去薪水加上加班費 每個月最高可以領到4萬元 但現在加班費銳減 月領剩下3萬4左右 受到一粒一修的影響 繼承勞工薪資縮水 其中100貨公司的貴姐 最為明顯 古今節 週年慶 百貨裝品貴姐忙到翻 但拼半個月 可以賺到半年薪水 大家卯足全力 只是薪製上路之後 貴姐有苦說不出來 由於低薪低 得靠加班費 業績 週年慶 獎金等等 衝高月薪 算一算平均月領7萬元 但現在不能加班 業績連帶少兩成 薪水算一算剩5萬元 減幅將近三成 煮咖啡 上架補貨 到超商打工 店員幾乎是十項全能 過去底薪加上加班費 每個月領最多2萬出頭 但現在老闆不給加班 月薪少了2到3千元 原本政府修法是要提高加班費 希望增加勞工收入 沒有想到老闆們想省成本 勞工反而加不到班 但政府美意卻收得反效果 記者洪錫宇張宏 台報道 議員 中文字幕——YK